大家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帶來的是觀眾投稿的對戰 一樣是由觀眾提供的對戰 然後今天這場的話是 諾斯卡 諾斯卡對上巴托尼亞 我們來看看這場比賽的發展 然後 一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雙方陣容 諾斯卡的話呢 前線放了一隻這個 剝皮狼 精英版本 然後 這個前排還算相對比較簡單 前排一線排還是掠奪者長矛兵 這個掠奪者長矛兵也算是 諾斯卡特有的 只有他們掠奪者會拿長矛兵 其他的陣營的掠奪者都不會拿長矛 想說混沌如果有一個混沌 掠奪者長矛兵也是還蠻不錯的 反大型 後方的話呢 也是排開就是費米爾戰士 破甲魔法攻擊 而且還帶那個 降低護甲的這個debuff 4隊 然後 英雄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剝皮狼獸化者 很難念 總之就是單挑型的英雄 然後反大破甲 然後 烏爾菲克 騎乘這個戰馬 法師帶的是火焰系的費米爾惡魔信徒 那 這個巴托尼亞這邊的話呢 領主選用的是 盧恩 這蠻常見的 所以 不奇怪 右邊這裡是王國騎士 然後左邊兩隊的話也是王國騎士 準備的貌似是 三隊的王國騎士 這個是 巴托的祭兵部分 前排的話呢 附戰士叢排滿了 123456 6隊的附戰士叢 後方的話 有一隊這個 長疾 長疾兵 附戰士叢的精英版本是拿長疾的 之前介紹的時候有介紹過 再來就是那個農民弓箭手啊 這個 一般 一般箭矢 兩隊長矛兵團 然後跟這個聖女系 生命系的聖女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我們就開始 比賽開始巴托因為 畢竟領主是有空優的所以他 可以很安心的飛在對方頭上 看看有沒有 什麼情況 什麼時機可以進來偷個一波 巴托這邊正面 打這個 長疾兵的話如果對面長疾兵 沒有站著其實是可以進行衝鋒的 不過波皮狼這時候 貼上來了所以 這個巴托也是 趕快就拉走了他的隊伍 農民弓箭手這邊是率先進行攻擊但是 這個往上貼到自己步兵裡面就有點 有點虧 我覺得等一下會不好操作啦 這裡放了 幽冥船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忘記名字 傷害非常可以 傷害非常可以 你可以看到這冥冥弓箭手 冥冥弓箭手直接被打退了 就直接 幽靈船開過去 直接被打退而且掉了一半血一下 然後這對步戰士從也是 快掉了一半血 那巴托這時候要面對的是 呃 諾斯卡的這個 前線的直接強勢的突擊 突擊 然後 費米爾戰士一線 直接這樣衝衝過來的話 其實步戰士從是有點受不了 畢竟這個東西 破甲又反鋪敵 破甲然後魔法攻擊 所以 你會發現這個 步戰士從是撐不住的 然後這邊還是持續的在丟這個 火焰系的法術 這邊直接被打 打到 巴托前線直接是崩潰 然後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裡的話呢 對面巴托是直接拿王國騎士 抓掉了這個 這個火焰 而且還不錯 抓掉對方精英單位 那這也算是巴托比較常慣用的一些打法 就是他會 凝聚他的 祭兵然後 去把對方的一些高架的 祭兵單位 打死之後再 利用這個機動力來 做回線的幫忙 那前線的話呢 巴托這邊就是沒有意外全部崩盤 因為 這個 諾斯卡這個前線還是相對 破陣能力是比較強的 那 光靠步戰士從是撐不住的 因為步戰士從是屬於 這種輸出的 步兵單位 如果沒有一些扛線的單位 那其實 他的那個coast會 其實就站不住啦 那不如多換一些 低階的步兵單位 也算可以 畢竟諾斯卡其實不算是 高護甲的陣 你看這些掠奪者 所以 長劍兵 大劍出在這邊的話 就是比較浪費一點coast在上面 那 巴托這邊的王國祭兵就回來衝這個 菲米爾戰士 畢竟是反大型 打這個菲米爾還是很痛 我們看一下現在的正式 這邊這個 諾斯卡這個菲米爾戰士決定放棄追他們的農民弓箭手 農民弓箭手就開始回線繼續射擊 現在巴托 唯一的 有效戰力就是這些祭兵 然後這裡沒有 要趕快拉開 他好像有意識到嗎 沒有 被騷到又要撤退 農民是沒辦法經驗騎這樣考驗的 這邊開了 王國祭兵開了騎槍陣型 準備在回線衝鋒 但是 諾斯卡現在的部隊還是非常的健康 這邊的菲米爾戰士 農民弓箭手 因為還存在的關係 遊民船沒有打到 農民弓箭手還是可以盡量 找實際再繼續輸出 這邊的輸出就比較舒服一點了 因為 諾斯卡這邊已經失去了 比較激動的單位 所以這邊等於是可以白白的偷他們的血量 這邊的王國騎士還是有機會可以這邊做一個衝鋒的 不過他好像沒有選擇衝這裡 他就選擇衝這裡 要趁現在 諾斯卡陣型 比較分散的時候 進行一些被衝 才能製造出主量的傷害 畢竟上面戰力條並沒有輸掉 因為 阿托還是主要靠祭兵戰力 而且對面剩下菲米爾戰士 是被王國騎士課的 然後 盧恩其實可以下來打 我覺得 其實沒有那麼必要那麼害怕 因為盧恩作戰能力是很OK的 這邊王國騎士衝鋒 然後農民弓箭手在這邊 又被火燒了 又被火燒了 這個農民弓箭手撐不住 這邊步兵也是準備要回線 然後 團一起的諾斯卡這邊算是 一個 蠻好打的目標啦 如果剛剛 這祭兵不應該回來圍他的 領主了 他可能是想要直接把他領主抓掉 那盧恩下來的話就比較有機會了 你可以看到這裡盧恩 輸出能力是很夠的 單挑能力也非常可以 不過 對面的 諾斯卡部隊這樣回線拯救的話呢 王國騎士還是不能在這邊就送掉 這邊拉開也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盧恩 中間這邊已經被擋住了 所以他很難拉開 王國騎士不要再跑了 要回來 跑太遠了 這個衝鋒距離如果可以不要拉那麼遠的話 其實比較 輸出效益會高一點 我覺得這邊時候 諾斯卡只要善用好他的這個祭兵的話 他不會輸的 好衝鋒 然後 衝進來之後就應該要拿來拉走 不要再練戰 然後盧恩進來幫忙 對 如果哥倫尼之劍的話這時候應該會 比較好一點 那諾斯卡你可以看到這邊已經受到驚嚇了 三隊恐懼其實可以繼續 這時候就可以回線衝鋒了 不用拉這麼遠 這時候就應該回線衝鋒了 拉這麼遠的話會失去很多輸出的時間 然後你看 這個好不容易下跑的 菲米爾戰士又跑回來了 就比較可惜啦 這邊要抓這邊落單人菲米爾戰士 目前戰力條還是 五五隊開 但是這邊 農民弓箭手又被 又吃了一劑這個烈焰骷髏 喔 很痛 兩邊部隊的步兵都在閃白 那時候 抓掉這一隊 趕快要進行回線衝鋒的話 可能可以一次把這些 諾斯卡的步兵全部趕走 結果 只有盧恩回去而已 雞兵要回來幫忙 不要追這個 這個雞兵回來幫忙的話會 造成很大的優勢 這邊 諾斯卡還是沒有 沒有輸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 五五隊開 然後聖女其實也可以進來作戰 聖女不用怕 就是他還是有34點的近戰攻擊力了 不要再衝這些 長矛兵了 你是祭兵 祭兵衝長矛兵雖然說你可以拿到 一些這個 衝鋒加成的優勢 如果你不 你如果從這邊背衝他們的菲米爾的話 其實菲米爾的士氣是不高的 那他撤退的速度也會特別快 因為你如果拿祭兵去跟這個 長矛兵交戰的話呢 你的祭兵是死得很快的 這裡你看 結果 盧恩自己一個人 孤身作戰看起來要被 撥皮狼給收掉了 因為撥皮狼打這個反大破甲還是很厲害的 那領主一旦撤退 巴托就沒有機會了 我覺得 真的很可惜 看到這邊的話各位應該也是覺得 就是他應該是要拿祭兵回來撐 就盧恩退了 盧恩退了整個戰力條就大劣勢 你就撐不住了 你看光剛剛這樣子 這個王國騎士衝回來 這邊這一隊的菲米爾戰士的士氣就掉將近一半了 所以如果剛才可以 做一個三方衝擊的話 然後再將盧恩在中間打 製造恐懼效果跟士氣的打擊 其實可以讓 對面諾斯卡直接撤退 有可能就是巴托尼亞可以拿下這場勝利的 算是非常可惜啦 OK那這場就是用 就是帶來跟各位帶來這個觀眾投稿的對戰 由諾斯卡對上這個 步戰士從 感謝 這位玩家 是諾斯卡這邊 殷石 這個玩家提供的這個 馬匹 那這場的話 看起來就是用長矛兵然後再加上菲米爾戰士 思路上也沒什麼問題 然後 巴托的話比較可惜的是 對面其實沒有那麼多 高護甲單位所以步戰士從 稍嫌多了一點 可以換一些比較 廉價一點的步兵所以打起來會更有優勢 最後的王國騎士才是最可惜的地方 如果衝對目標的話應該是可以輕鬆拿下這場勝利 那兩邊 都打得非常不錯啦 那就是 阿托最後可惜了一點 這個王國騎士用的 目標可能就有點選錯 OK 那今天這場比賽跟各位帶來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這場比賽 喜歡這場比賽的話記得 幫我點個喜歡集中我的頻道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這個 觀眾投稿對戰囉 那我這邊一樣 你有覺得打得精彩的 你都可以聯絡我 然後把你的RP給我 那我會去看 那如果內容可以的話 算是精彩的 我就會找時間在 布置這樣子 那因為最近也有一些觀眾寄給我 那我就是慢慢排隊吧 那如果你有想要投稿的話 你就是 就寄給我 寄信給我 或是直接在頻道問我 都可以我都會 主動去聯絡你 或是你主動聯絡我 OK啦 反正我會 不過RPG過來的話 就是 會再調過 所以不一定會播 那不播的話 我不會特別在跟你們講 那 大概就這樣 好啦 那就感謝各位收看啦 掰掰 謝謝